第五类部分的话,重点就是函氏 翻译也许你可以叫函数也可以啦 其实就Function,要不就是没有回传值 要不就是有回传值 前面其实我们有做了有一题 那个植树练习的时候呢 我有带大家做一下练习 那个练习的话有分成没有回传值 跟有回传值 那大家有没有回传值,可能要看这个题目要求 所以待会请各位开启那个第五类的部分 那首先的话我们来看一下502乘积这一题 那乘积顾名思义就两个数字相乘的结果 那只是说他希望除了相乘 所以你会发现这个数字乘这个数字的结果 所以其实如果你假设写一个程式的话 基本上很简单嘛 A等于Input 然后转型 然后B等于Input 然后最后把A乘B的结果print出来 其实就等于这一题考的 但问题它最重要是什么 它希望你写成一个所谓的function 而且function名称 它已经给我们了 叫compute 然后有xy 这两个变数 所以我们输入的话也许就输入什么 输入x跟y 那在这个地方该如何撰写 当然你可以分两阶段 所以第一个的话 我们一样先开一个新 这个把它存档 存档 然后这个是A 这个是410 好了OK 然后我们就是开一个新的档 然后把这个注解删除掉 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按照这个题目要求 题目要求是 假如我们先不考虑 也许你两阶段 第一阶段是 你先不考虑 要不要写一个function 第二阶段 再把它改成有function就好了 所以第一个的话 我们也许先什么 A等于 放大一下 Ctrl加 Ctrl加就放大 然后Input 小瓜糊 OK 然后呢一样把它转型 那因为题目好像要整数 所以用int就可以了 OK 然后这个是A 那我得到A之后 另外也要得到另外一个是B 所以把这个复制一下 改成B 然后最后的话 乘积的结果就A乘B 所以print结果 然后A乘上B 当然你这边的话 也还可以多一个C 把这个A乘B的结果 先放在C 再print c 也可以啊 OK 只是多一行而已 好 那当然第一个 你会发现题目 是不是这么简单 如果我今天现在这样的run 你会发现 run出来结果会等于616呢 其实这样执行一下 比如执行这个输入第一个56 Enter 所以把56放到A里面去 然后再把11放到B里面去 Enter之后的话 就print 把两个相成的结果print出来 616 所以你会发现 目前看起来这三行 其实就等于我们要的这个效果 但是他这边有一个地方 有特别强调 他就说 请将撰写的程式怎么样 改成什么 改成参数传递 给一个叫compute的一个函数 那这个函数的话 所以呢 我们必须在什么 在这个的上面 增加一个所谓的compute的一个函数 那这个还是怎么见 这我们前面有讲过 所以如果你假设已经忘了差不多的话 其实可以回到那个我们的第几次上课 我印象中指数判断吧 应该在第四次里面 应该就有 有没有回传值 在这里 改为有回传值部分 所以应该在第四次上课这边有 所以有些假设 前面有讲过的话 那我就不重复讲 OK 所以如果你对于回传值部分 假设 有已经忘了差不多的话 回头可以看一下 那我们基本上的话呢 就把这个 等于是复习一下 基本上呢 如果你要把 这三行改成有回传值 的这个function的话 而且那个function名称 他已经跟你讲说一定要compute的话 那如何改 改的步骤一 请你在这个第一行的地方enter两下 移到第一行 那记得哦 如果你要建一个function的话 他开头一定是df 空一格 再来的话呢 你给他这个什么呢 你的这个function的名称 刮胡之后的话呢 刮胡后面 就是要带的参数 那比如说我的参数是x跟y 好了 x跟y 然后冒号就是 后面就是要做什么 Enter 接下来的话呢 那我们就要做 把那个什么呢 把这个 所以其实 等于是说 我必须传给他两个参数 那这两个参数 当然就一个a一个b 所以a跟b传到这边来的话 那就是丢到x跟y的参数里面去哦 所以将来的话 我们程式里面 就用x跟y来带 ok 也就是把资料传过来 那传过来之后的话呢 那我要做计算 把最后计算的结果 把它反 怎么样 把它丢回来 丢回来 那所以丢回来 我们怎么 怎么切这个结果 当然呢 我这边可以在这边做个计算 比如说 也许我这边多一个变数好了 ns等于乘7 x乘y 好 那这个时候的话呢 乘完的结果 比如说 56 其实56 他丢过来就是x 11 丢过来 就是给y 那相乘就是把 其实56乘上11 最后ns里面的话就是616 那我要怎么样把这个结果丢回来 所以这边的话 记得有个关键叫return return 他会出来 所以你把它点两下 return什么呢 控义格 ans 好 也就是说呢 我将来如果呼架这个compute的话 然后呢 他就会return 你就会把它相乘之后的结果 我带两个值给他 他会把两个值的相乘结果return给我 好 那这样子已经写好了 所以上面部分呢 是增加了一个compute的一个函式 那接下来的话 我底下程式要怎么改 才能够使用这个函式 特别注意哦 因为我将来是必须在print这边 把结果给print出去 所以呢 我可以怎么样 可以把这边delete掉 那如果我要呼叫他的话 很简单 就是名称 要是这个compute 所以这个把它放到这边来 那后面的名称呢 x跟y 请记得把它改成a跟b 也就是说呢 当我输入a56 b11 然后把这a跟b里面的值 先丢到这边来 那因为他知道是要呼叫 这个compute 所以他会带到这边来 也就是把56跟11 带到x跟y里面 也就是x跟y里面 本来里面的值也许是空的 那因为有传递两个参数过来 所以就带资料过来 56跟11 他就计算完 最后把结果return回来 所以return回来的话 就616 616 616的话呢 他会return到哪里 刚好return到他现在所在的位置 所以616的话呢 就会放在这里面 ok 然后并且把它print出来 那你想说 那我可不可以 不要直接放在这里 我另外呢 放一个变数可不可以 比如说c c 等于 这个什么 compute 这个 ab 然后这边再 把c放过来 也可以啊 这没有问题 是可以的哦 只是说呢 利用这样的方式 会多一行 所以两个写法 看各位自己习惯问题 当然呢 蛮多人习惯写这样 为什么 因为感觉好像 有一个step一个step的感觉 我们来试一下 执行一下 OK 执行 然后输入什么 一样 输入56 Enter 11 Enter 然后呢 这两个 把这个a跟b带到这边来 然后相乘 之后放在ans里面 把结果return回来 616放在c 然后他print再把616给print出来 我们来看一下结果是不是616 没错 616 OK 如果说你不喜欢多一个c的话 其实你也可以什么 把它改成这个compute 这个把它放在这边 然后写这样子 就少写一行 OK 所以请各位试试看哦 你可以分两阶段写 第一阶段的话 先写出这个 这三行的结果 第二阶段的话呢 在上面增加一个function OK 所以请各位试试看哦